我们来看下一个题目叫5x-3x 这里这个5x它的意思它叫做5乘以x 减掉3x叫3乘以x 那我们知道这个前后你都有乘以x 我们可以把它移到后面来 移到后面我们等一下再乘以x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数字把它减掉 先把这个5跟3把它做一个相减 5-3先减掉 那先减掉我们就先用一个小括号 把它刮起来代表这个5跟3要先做 那你说先乘以x再减 跟先5-3再乘以x 这是一样的 为什么一样呢 这个我们前面学过这个叫做分配率 这就是分配率 好咯那我们既然知道这是分配率 那先把5跟3拿来减 5-3是多少呢 5-3就是2 所以呢就变成2乘以x 2乘以x呢我们就写成2x 注意不要写成x2 我们数字要写在前面 不要写在后面 接下来呢旁边再给大家做个提醒 这个5x减3呢不会等于2x 不会等于2x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是5x减3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5罐养乐多 扣掉3块 单位不一样不能减 5减3x呢 这个会等于2x吗 这个也不会 也是一样 单位不一样吗 一个是只有5 5块扣掉3罐养乐多 会不会等于2罐养乐多呢 当然是不会的 这个不能再减了 有人说老师那答案是多少 5x减3答案是多少 答案就是5x减3 5减3x答案是多少 就是5减3x 它就不能再减 答案就是这样 那如果5个x扣掉3个x呢 5瓶养乐多 喝掉3瓶养乐多 剩下两瓶养乐多 等于2x 没有错 这边呢 特别跟大家做个提醒